前几天我听说,听我婆婆说,说啥的 特别搞笑,家里边的那种农村的人,邻居了啥的 我现在不是结婚有一年了吗 前几天我听说,听说啥 说我不能生,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结婚一年了还没有怀孕啥的 还没有宝宝啥的 我觉得人家就是超的闲心的,太多了 管好自己家里面事情不就行了吗 人家想不想生,跟你有什么关系 家里面的农村人真的是没办法说的 我听见我都哈哈大笑,特别搞笑 啥人都有 而且就管的闲心也太多了吧 因为现在普遍的都是啥 都是还没有结婚的就怀孕了 结婚的时候挺个大度的结婚 我认识结婚一年了还没有动静 然后呢 然后我家里面的人就传这种声音 真的没办法说 然后呢 我们是目前还不打算认为要等过个一年 一年两年左右再来考虑 现在还不再考虑 觉得自己还小了 虽然已经开始 但是我感觉自己还小了 再听个一遍 真的,你们那边是不是这样 我们就说 真的是 这个 长生的风格 特别多 农村的这样 你们有没有这样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一下 真的特别